偶然间翻看日历才知道明天是五月初五段午节 这日子过得喜乐过得 在家里呢有去年包剩过的粽子叶 竹叶啊 你别看这位小达 估计也能包二三十个粽子 家里还有一袋糯米 可以包粽子过节了 哎对了 今天我终于把粽子这个发音发对了 东北人呢有的人呢发粽子 不会发卷舌子音的人说呢是粽子 其实正确度音是自甕粽子 来跟海哥一起包粽子 先要把竹叶泡在水里泡软 把它散开差不多十分钟就泡软了 泡了半个小时已经泡软了 这样包的时候折不断就可以了 现在就可以包了 这点糯米呢是两公斤 我加入一公斤东北的圆米 这让我今天包三公斤的粽子 米直接洗好就行了 不要泡 重要的事情多重复几遍 干米啊直接洗好就包 不用事先预泡 因为干米包出来的粽子煮出来之后呢 它的结构更紧致 而且还节省时间 换用一个大盆 那个盆太小了 至于馅料呢 我家里没有别的 我有前几天切好腌好的羊肉串的肉 已经是一块一块的了 羊肉串肉粽子一定不错 我没有那种马连那种植物包 我就直接用这个线绳 先试验一个这么长够不够 已经有一年没有包粽子了 估计包得很慢 正好呢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的包粽子的办法 包粽子和包脚的一样 每个人都包法不一样 我觉得我的包法就又快 大小又时钟 大家看仔细 儿子的ugg音 比喻 比喻 点夯 这个线有点短 15,10,15,20,25,26,27,28 3公斤米包28个粽子 可是我会剩一点点米 主要原因是我很多的粽子用了两个月 因为一个月我觉得有点单薄 剩下这一点米 刚好做一个糯米粥,完美 28个粽子,满满的一大锅 尽量让水没过所有的粽子 开锅之后再煮40分钟就熟了 开了之后关小火煮40分钟 这个绰号的粽子我拿去过凉水 我喜欢吃这粽子是那种过了凉水之后的常温的 不喜欢吃热的粽子 常温的粽子呢,就很有咬头,有那种筋性 但是粽子放到冰箱里之后呢,它就会变硬 这个我还不喜欢 晚上吃饭吃得太多了,这个太大了 看着没啊,就是我那个米啊,没有事先泡 这样出来的粽子呢,很抱团,很紧致 吃粽子呢,也可以加一些糖啊,尤其加拿大加一些枫糖就比较好 我呢,现在呢,太懒了,什么也不夹 就这么吃,就已经很好吃了 嗯,真有弹性 真咬头 我这是特色的羊肉串粽子 我真的感觉到了有那种烧烤的味道 尤其这个,我的羊肉串啊,味着口加了一些很多的这个孜然啊,什么的 嗯,好吃 嗯,这粽子吃出羊肉串的味道了 嗯,羊肉串粽子 你可曾听说过 嗯,好吃,好吃 嗯,菜有两条了 吃得了的,冻在冰箱里,满满吃 这两袋放到冰箱里冻起来,慢慢的吃 这个ficient 主要是13 knocking